何霄半天不说话,叶茨也不逼问,只是继续凉凉地吃着自己的海鲜。 仿佛这个问题的答案,无论是什么,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样。 刘畅明显被吓到了,他拉了一下叶茨的袖子,小声地说, 孝慈,这个话你可不能乱说,他们是什么人啊,我们可得罪不起。 他这个声音非常的小,不过在一片安静的气氛中,这个声音已经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 叶茨却冷笑了一声,他看了看董音和易仓,淡淡地说, 你觉得我得罪不起,可是别的人都认为我得罪得起,做得起这种以卵基石的事情。 我怎么可能不满足一下别人的肯定呢? 他这话又坚又利,像刀子一样扎向了董音和易仓,顿时两个人的脸色变得清白。 特别是董音,叶茨是什么样的人家,何潇是什么样的人家,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,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,今天这事会对叶茨有什么影响,只想着吃顿饭而已。 现在被刘畅和叶茨这么一说,他顿时觉得自己完全是帮着别人要把叶茨往死里逼,顿时他的眼泪都快要下来了。 他虽然是喜欢和叶茨的,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伤害叶茨。 他们从小那么多年的朋友,更何况,他们四家的父母是什么关系? 如果因为他和易仓的一年之差,让叶茨家里遭了害,谁怕他们两家的父母也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 他这么想的时候,抬头去看易仓,只发现易仓的脸色发白,目光躲闪,只怕适合他一个心思。 林浩披霜一听叶茨这话,微微一愣,然后起身给他倒了一杯茶水,笑道, 公子,公子,你多想了,今天就是出来吃一顿饭而已。 千山这么问,也只是他还有点疑问,又不是怀疑你,你可别想多了。 叶茨蹲起了那杯茶水,冲着林浩披霜笑了笑,也不客气。 存着疑问,只怕是早就肯定了吧。 林浩披霜在叶茨的目光中看到了火光,知道还有点火气了, 连忙在桌子底下踩了和霄的脚一下。 一直愣在那里的和霄,这才连忙赶笑了几声。 呵呵,叶茨,看你说的,我们大家都认识,何必说那么伤和气的话。 叶茨叹了一口气,放下了茶杯,用一种真诚的目光看着和霄说。 我们之间,确实有些不愉快的事情,无论是硬甲归也好,无论是寒冷废墟手杀也罢,再或者是我们平时的矛盾。 我承认,我这个人做人比较叛逆,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太合适,你心里不高兴也是必然的。 你看看,你说些什么呢? 虽然叶茨点出来的事情,都是千山学阳心里一直在意的事情,可是,就是因为在意,就是因为这样被人点出来,他才更要装得不在意。 否则,他一个大男人,居然跟一个二十岁都没有的小女孩一般计较。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,他实在是丢不起那个人。 他摇着头,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。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,更何况,他微微一顿,心里十分不乐意,可是表面上还是得这么说。 更何况,你在我们公会的时候,给铁锈战哥带来了那么多次首杀。 现在在说这些事情,实在是有些不给我面子啊。 叶茨皮笑热不笑,只是挑着眉眼,看了看一边笑意盈盈的零号砒霜,又调整过来自己的目光,放在和霄身上,淡淡地说。 虽然,那天那个帖子让我很愕然,不过当时帖子发出来的时候,我们还在副本里,所以根本没有在当时看到。 等我在看到的时候,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 那个帖子完全是个误会,是个误会。 何霄联盟出口打断了叶茨的话,这帖子事件可是一件太过失败的事件,他是一点都不愿意提起的。 只是,他不愿意提起,不代表叶茨就会放过。 望着何霄那张有些尴尬的脸,他继续说道。 我想也是,千山大会长怎么会做出这么没品的事情。 何霄的脸色远发的难看了。 当然,按照一般的想法,你怀疑你们仓库是我偷的,也是正常的。 没退会之前,那么多的不和谐。 退会之后,有那么多的误会。 是个人,都会报复一下。 不过,说到这里,叶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用十分真诚的目光和口气,看着灵浩披霜和何霄说。 这件事情,真的不是我做的。 何霄没有说话,他不相信,不光他不相信,就连义仓、董英和灵浩披霜也不相信。 只是,没有人会提出来。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,可是,我不是傻子。 叶茨站了起来,喊了一口气。 虽然在游戏里,我混得还过得去,可是,在现实中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。 我只有十九岁。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。 我们家是最普通不过的普通人。 说到这里,他抬起了眼睛,望着何霄和灵浩披霜,真诚地苦笑。 啊,你们呢? 虽然,我从来没有问过。 可是我知道,能在游戏里这么快就发展这么大规模的工会的人,绝对不会是普通人。 我玩游戏,只是为了挣点小钱补贴家用。 说一千到一万,也只希望平安过日子。 虽然我们原来有过矛盾,不过说白了,都是些小事情。 谁在游戏里都会遇到的。 可是,细节你们工会仓库的事情,是小事吗? 是在游戏里能随便做的吗?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,求一日平安罢了。 若是做了那种事,你们会放过我吗? 他摇摇头。 不会吧。 没有人吭声,叶茨又叹了一口气,笑了笑。 唉,我严禁于此,信与不信,都是你们的事。 公子,林浩拼双还想说什么,却被叶茨抬手制止住了。 他看着何潇说, 我家在什么地方,家里有些什么人? 叶茨和董音都知道。 你要想问,他们一定会告诉你。 你若一定认为是我做的,那我没有话说。 我们一家人,等着你们来收拾。 说吧,叶茨一把拉起了刘畅,也不管她的脸色是不是白得可怕。 只是说, 谢谢你们的款待,我们先走了。 没有人提出异议,只是莫送着两个人就这么离开了包间。 直到出了饭店的门,叶茨这才松开了刘畅的胳膊。 他拍了拍刘畅的肩膀。 刘畅,你自己回家没啥问题吧? 刘畅似乎现在还不在状态,听见叶茨说话之后,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。 只等到叶茨无奈地冲着他笑。 那我可是先走了。 这才反应过来,一把就抓住了叶茨的胳膊,急切地问。 小子,那仓库真的不是你偷的? 叶茨常常地叹了一口气,看着刘畅道。 唉,我虽然游戏玩得不错,但是那并不是上天入地的神仙。 那仓库怎么偷,你知道吗? 刘畅摇摇头。 我也不知道。 虽然我好像看着比很多人强,可是刘畅你应该知道,我其实也只是普通的玩家罢了。 叶茨苦笑了一下。 当然,要是你也不相信我,那我也没有办法。 不是的,我没有不相信你。 刘畅听见叶茨这么说了,这才放下心来。 我只是担心你,如果真的是你偷的,招着了千山斜阳那个大麻烦,可是不能轻易搞定的。 这个我也知道,所以他在论坛上那么骂我,我不是都没开枪吗? 叶茨眯了眯眼睛,然后说。 第一,也是为了董姨和义仓好做人。 第二,当然是招惹不起来。 我退会,他一定很记恨,要是再上杆子跟他吵起来,我不是自己跟自己找不痛快吗? 刘畅见叶茨说的有理有据,也就彻底相信了他,只是叹息。 唉,也不知道董姨和义仓是怎么想的,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? 怎么会跟这个男人搅在一起,还把你…… 叶茨摇头,笑了笑,看起来还是无奈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不要再苛责他们了。 刘畅咬着嘴唇,半天才说。 你呀,还是心太软了。 两人又含喧了一会儿,就各自坐公车回家去了。 叶茨上的那辆公车人很少,他找到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,才刚刚坐下, 就看见千山几阳他们四人从饭店里出来,站在门口,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 他的唇边勾起了一丝良意,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自己的说辞呢? 会吧,最好是相信吧。 就算是不相信,也不要轻举妄斗。 要知道,现在的他,可真是不堪一击呢。 公交车发动了,叶茨收回了目光,眯起了眼睛, 让唇角的那抹凉意,最终化为了乌有。 回到了家里,一家人都已经吃完饭了, 父母出去散步,只剩下三个人在屋子里面。 谭破浪还是孩子猩猩,一个就地缠着叶茨,问他吃了什么好吃的。 叶茨常常地叹了一口气,半开玩笑,半认真地说。 唉,去吃炖头饭去了。 什么? 白沫和谭破浪两个人,本来以为他开玩笑, 但是看见他的样子,也不全是玩笑。 不由地认真起来,双双凑到他的面前,问个清楚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? 叶茨也不隐瞒他们, 将今天的事情,原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两个人。 两个人都不免,担心起来。 白沫拧着眉,望着他。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? 给你打电话做什么呀? 做保镖呀。 就算是冲冲门面,也是可以的。 叶茨笑了笑,挥了挥手。 行了,我现在不也安全回来了吗? 今天这事,本来不打算跟你们说的。 可是,因为你们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慢, 我也不能瞒了你们。 总之,今后的一段时间小心一点, 可不要露出什么马脚。 知道了。 两个人自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, 连连点头答应了。 日子流水一般的过去, 距离三个人开学的日子远来日近了。 叶茨给谭普浪买的游戏仓, 终于经过叶南天和左小兰的大赦, 得意进了家门。 这让谭普浪高兴的几乎跳起来唱歌。 不过,没有几天就要开学了。 对于随时都被限制玩游戏的他来说, 还是真心觉得悲伤。 这些日子过得很平静, 平静的有点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。 叶茨的心里有种矛盾的情绪在充斥着。 一方面, 他期待着发生点什么, 另一方面, 却希望就这样一直平静下去, 什么都不要发生才好。 终于, 在他要离开家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, 他的电话响了。 电话上反映的号码是董英的, 也则望着那手机不停闪烁的屏幕, 一时之间晃了神, 甚至连他停下了也没有回过神来。 可是董英仿佛是执着的, 很快又打了过来, 不眠不休。 最终, 坐在客厅的左小栏听不下去了, 他扯着扫门喊, 叶茨, 你在干什么呢? 你那个电话响了半个小时了, 你到底接不接? 不接就快点关机。 叶茨被母亲这么一吼, 这才回过神来。 他不由地嘟囔了一句, 这当母亲的是不是都这么夸张? 这电话哪里又响了半个多小时, 最多响了两三次嘛。 他虽然这么嘟囔, 可是还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之后, 接听了电话。 大概董英也没有想到, 叶茨会接电话。 当他听到对面的话筒里, 传来了叶茨的声音之后, 竟然愣在了那里。 喂? 叶茨见对方没有说话, 又加重了一点声音, 提示对方自己已经接听电话了。 喂,喂? 董英似乎也回过神来, 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慌乱。 我在,我在。 什么事? 叶茨觉得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好跟董英说的, 于是干脆开门见山。 没,没什么? 听见董英那弱弱的声音, 叶茨唇边露出一丝嘲讽。 是不是来问我, 可不可以把我家的地址告诉千山歇阳? 如果是这样的话, 没有必要, 你自己做决定。 不是的, 不是的。 董英听见叶茨这么说, 连忙否认, 他吸了吸鼻子, 显得十分的着急。 真的不是的, 叶茨, 你听我说, 他没有要问。 叶茨哼了哼鼻子, 没有哼声。 我, 我今天只是打电话, 跟你说声对不起。 哦, 叶茨眯起了眼睛。 那天吃饭的事情, 是我没有考虑好。 好了, 董英, 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对错, 我不怪你, 真的。 只是, 以后也不要再打电话了, 这对你和他的关系, 并不好。 小子? 什么? 没。 听着董英那儿弱道抱的声音, 一次真是气不打一处来, 他皱着眉。 那就挂了。 说吧, 他直接将电话丢在了床上, 自己也把脸埋进了被子里。 真讨厌。 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事情, 就是处理这种该死的乱套的人际关系了。 大家看见下并不是什么的? 那才是你高兴, 脚 сп变开我, 那么也要是美了。 我一定都不要乱了解。 着带来的船只要买下来,